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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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直播把这种农产品销售出去 我们全村老百姓都做起了生意 都富起来了 一定要改变村的平平面貌 農民费10块,政府赚40块 这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 已经先后有几十万农民 从最不适宜居住的地区搬离 30岁的马玉霞就是其中之一 离开家乡一切从零开始 但这次离开 却让他们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期望 因为这里有纯净的水源 良好的医疗保障 教育机会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马玉霞和家人之前住在山区 距离首府银川约有400公里 那里常年缺水 马玉霞说 他们常常需要步行30分钟 才能找到最近的水源 调回来的水也必须放在缸里沉淀几天后 才能饮用 饮用水都成问题 更别提灌溉水源了 我老公她是开那个装车 就是一个月就是两千多块钱收入 我和婆公婆婆一起住 就是靠近人的那个收入 一年收不了多少 2014年 中国开始加强扶贫力度 政府鼓励贫困户 离开自然条件恶劣地区 搬迁到新建的设施齐全的移民村 这里的闽宁镇就是其中之一 有一些就是个别就是老年人 他们那住习惯了 觉得就说是上来这儿 人生地不熟的 都是不愿意搬 后来都就是搬到这儿 觉得这儿比老家好多了 有路了 医疗方面也方便了 闽宁镇是福建和宁夏之间的对口帮扶项目 1997年 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 在宁夏考察时提出了这项规划 截止到目前 闽宁镇已建有20余个工厂 为那些因缺乏就业而导致贫困的当地百姓 提供了更多机会 1997年 八千余人从极贫地区搬到了这里 当时这里可能在地图上都找不到 整整20年过去了 这里的人口增至六万多 极度贫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我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这些老家真是天上记下了绝多 他家的收入 已经从之前的每年两万余元 到现在的每月近一万块 经济条件的逐步改善 让马玉霞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我在想以后我想开个画店 这边就是能学一些技术 然后我自己开个画店学插画 不是这发展好吗 以后这边发展好的话 我就准备在这开一个 但是我需要的学生 在这边发展好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